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Hancouver podcast,你問我答的 在線上就是我的拍檔,Nico Chan 她是加拿大政府DC省註冊的移民律師 我們做了 podcast 已經超過一年了 每週每個星期就有聽眾或客人問問題 我們會回答的 今個星期的問題很興奮的,Nicole 我們都知道要申請加拿大的入籍 就要在加拿大駐滿 過去的五年駐滿1095天 即是三年 是的 那客人問,她現在是一個 Stream A 的學生 讀的Depoma course 換言之,她未來兩年都會在加拿大的 她讀完書就準備去申請PR 假設的補充時間是一年 那拜登如果順利的話 她的PR批出來的時間 她已經在加拿大駐滿三年了 那她可不可以馬上申請入籍呢?請問 對,其實這個很興奮 其實現在是要住滿1095天才可以申請入籍 那這1095天呢 有一個 calculation的 所以她不是很簡單的 所以她最基本的解釋就是 你那天要在加拿大裏面 即是你個人身體要在那24小時裏面 是一分鐘在加拿大裏面都當天的 但是人家就會問 那你是不是要那1095天 是否全部這些日子 都是要有永久居民身份呢? 還是我之前是用暫時居民身份 在加拿大住的那些日子 都算不算呢? OK 所以現在的制度就是 你那1095天裏面 即是三年 如果其實你除外套 其實這個是三年來的 你有365天 就是說一年的日子 那1095天呢 是可以用暫時居民身份 住在加拿大那些日子呢 來補貼的 OK 補貼的方法就是呢 你每一天用暫時居民身份 住在加拿大呢 就是當半天 那就是說 你最終你可以補貼一年 那就是說如果你在加拿大 是用暫時居民身份 住了兩年的話呢 那這個呢 就代表是一年 365天的 身體住宅 OK 這個是最終的 最終的 你不可以再補貼多一點的了 嗯 另外那730天 總共195天 另外那730天呢 一定要在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在加拿大住滿那些日子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你做永久居民身份之前 正前你有兩年在加拿大暫時居留地住的話 你拿了永久居民身份之後 你住滿兩年7、8、30天就可以申請入籍 即是很清楚 是的 這個客戶就是現在讀書 讀完書再申請 三年之後 他那三年是一年 再住兩年之後就可以入籍 是嗎? 很清楚 謝謝你今天的時間 多謝你下次再見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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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dis UH